确诊COVID 如何自处 美国最近新的COVID-19病例激增 每天超过24万例 许多人面临这样的情况 家人或朋友检测阳性 或接触过阳性病例 并且临近假期聚会 参观或重返工作岗位 该怎么办 CEC在2021年12月27日 发布的新指南 建议缩短了一般人群的隔离和检疫期 先前该机构还缩短了 医护人员的隔离期 如果COVID检测阳性 您接下来要做什么 两位传染病专家 对于这些常见问题提供了答案 费成儿童医院疫苗教育中心主任 而科教授Paul A. Offit医学博士说 如果检测阳性 则您已被感染 根据CDC的新指南 您需要隔离5天 该时间已从10天缩短到5天 隔离意味着将感染者与其他人分开 隔离是指如果您接触到病毒 或与感染了COVID的密切接触后 应该做的事情 根据CDC的新指南 隔离5天后 如果没有症状 可以离开隔离 然后戴口罩5天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健康安全中心的高级学者 Amish Adelge医学博士说 检测阳性的人需要告诉密切接触者感染的实情 根据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说法 缩短隔离时间的原因是科学证明 大部分SARS-CoV-2传播发生在疾病早期 通常在症状出现前1-2天以及之后的2-3天 如果您曾接触过COVID患者 您接下来应做什么 Adelge说 如果接种了疫苗极加强针 指南说没有必要隔离 但CDC指南确实建议在曝露后10天内与人接触时 始终佩戴合一的口罩 对于其他包括未接种疫苗 即接种第二剂辉瑞或Moderna疫苗超过6个月 或接种强生疫苗超过2个月的人 CDC建议隔离5天 并在之后的5天戴上口罩 Adelge说 现实上 他认为接种了疫苗但没有加强针的人 也可以跳过隔离并戴上口罩10天 Office也表达同意 由于许多接触者难以隔离 因此Office建议无法遵循该指南的接触者 确保在室内戴口罩10天 CEC指南还提供了另一种策略 如果隔离5天不可行 则铺路者在与他人接触时应戴口罩10天 Office说 如果铺路的人出现症状 他们就该进入受感染类别 并遵循该指导 接触过的人应该什么时候接受检测 Office说 铺路后 你可能应该等待2-3天 病毒必须自我繁殖 Adelge说 铺路后至少应做一次的测试 虽然不是CDC指南 但有数据支持日常的家庭检测 足以达到这个目的 感染者在什么时候 可以安全地与他人交往 Adelge说 从技术上讲 如果没有症状 不戴口罩者10天或戴口罩者5天 我认为也可以通过家庭测试 作为衡量标准指导 健康生活编辑部